同樣說要你當選真的要來做 完四年不會去漏炮 來兼總統這個部分 以往來看的是在新北一支部分 國民黨繼續是對著蔡英文 就蔡英文要說清楚是不是會這樣做 主理論來表示說蔡英文 今天在投票的動作是這個總統的策算 但是蔡英文是來強調說 未來四年甚至未來八年 以含這個新北市的市民會做會 來回應主理論的這期 主理論拜票車隊為班局出發 整路來到行政 整港行程可以說都收電力量的票倉 還有幾月到路窮到三天堡 跑車有夠大車 而且主理論繼續批評蔡英文的立党進行 雖然賞民這黨五年零 等出國都選贏的人 都會選兩千零十二年的總統紀錄 他說蔡英文到27歲 先把市長選舉動作總統籌算 要三民有地位的判斷 明天很清楚是選新北市市長 我們需要未來四年跟大家一起打拼的市長 不是用明天當作初選 然後選完立刻就來選總統 我想這個民眾可能沒辦法接受吧 那是說蔡英文選舉對選情是很嚴重 但是選情的關鍵收起 比對於當地走路跑市長的這期 蔡英文說未來四年甚至八年 都會跟市民作回憲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將來 未來的四年甚至八年 能夠把這些政策一一的具體的落實 那我也希望在未來的四年 甚至於八年 能夠跟我們新北市的市民 能夠修緻與共 融入與共 選情最負責一天 在前民進黨主席典技強的背叛之下 少爺竟然來到新增 頒舊和山頂部 上方電影都一樣 都要選民主的就去哪裡 不管上方是不是逃到 問一張選票都不能不去 記者從哈佑登 請問一張選票